穿著藍色上衣的男子 騎著一台電動小機車 前方腳踏墊上 還載著兩塊大鋼板 騎車搖搖晃晃 巡邏遠景發現 立刻叫男子停車 載著兩塊比整台車還長的鋼板 男子被遠景賀令停車 雙手一下夾著鋼板 看起來真的超危險 警方原本以為 男子只是違規在運鋼板 要對他開交通罰單 沒想到一場才發現 男子近是一名小偷 老大 你的心也沒買啊 男子在施作排水工程的工地 沒經過同意就隨意搬走兩塊大鋼板 被檢方發現將他帶回警局 施主貨包後到派出所製作筆錄 沒想到竟被男子槍斜 做事要一直撞到 他們做公司 大老闆 大小公司 被逮捕的竟然在警局裡 戴著手銬不知悔改 還對施主嗆瞎 讓警方看了也傻眼 訊後將他移送法辦 但男子以為很快就能交保 卻被法院裁定收押 瞬間交襲他的企業 讓他再也校長不起來 記者吳國珍 陳昭虎SNG小組 高雄報導